凱蒂 凱蒂我告訴妳 妳們現在看她幾公斤 凱蒂妳下來 凱蒂啊 還妳嗎 走 妳下來 45公斤 45公斤 40 40 40 她今天就是像老師講的那種 就這樣 對 就是新美阿姨 就是以前 穿在裡面那種 對啊 對不對 我們就穿在裡面 然後襯托出 是一點點裙擺的 對 然後她接下來把裡面的 穿到外面來 對 其實今年還滿流行這樣穿的 我們先從 從她裡面 她的寬褲 妳看 這很瘦 妳看 這褲子只有她能穿 真的 穿後面 她前面 前面 皺摺 旁邊皺摺 好適落 妳還在皺摺 她整天問 我們怎麼能穿 妳竹竿 這個就是 她就是把這個高腰的感覺 真的有把它穿出來 好瘦 可是這時候只有她可以穿 太瘦了 沒有 其實她還可以再胖一點點 對 所以她還可以再蹭胖一點點 不是 我說我們胖的人 就不能穿 不行 妳就不能穿 這邊還有反射這樣 對啊 不然妳那個 那個花瓣會跟妳的胸部 一樣 妳會 妳看 我穿這件也很胖 所以我是覺得有的問題 是不是 我覺得 我們就不可以這樣穿對不對 對 如果她裡面只穿一個很簡單的 Skinny牛仔褲 我覺得OK 因為她裡面那個褲子 太複雜了 對 所以有一點搶到外面 這件造衫的風產 有點像孕婦 所以以後妳要穿這一件的時候 妳就穿一個褲子 裡面就三角褲就好了 不是啦 平順的 平順的 好不要靠近這樣 有時候穿一些 短褲也還不錯 短褲 對 短褲 但是它是嬌娃咖 它是白露絲那種 所以就是嬌娃咖 然後有一點 若隱若現還滿好看的 所以我們肉肉女生 就不能這樣搭 肉肉女生 不要那麼複雜 對 對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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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到葉子老師身邊 好 日系 因為它有那種 就是比較瘦小的特質 特別 所以它很適合穿這種 比較日系 通的 對 那種森林系女孩的造型 我覺得 可能它的妝感 它的長相 就是非常的清新 所以我就 剛好就幫它搭配這樣子 就是比較森林系女孩的 那種背心裙 因為欣梅說這種東西 她都很害怕 很害怕 只有她長得就那麼無辜臉 可是 才能駕馭的 對 所以 但是 穿這樣就覺得好想看她 我們穿這樣就配她說懷孕 對 但是其實 妳就想要跟她去吃飽 吃飽 對 隨時都好 很想聯繫她 對 其實像 現在日系裡面 這種風格是 永遠不會退流行的 走這種文青的風格 其實它很多都是那種 堆疊層次的穿搭 我們一層一層把它扒掉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穿這樣子配件也很重要 所以我就會幫她搭這種 這種 今年很流行 到秋冬就很流行 這種蓋耳帽 因為她就是一個很無辜 那種風格 她也都沒有在聽我們講話 對啊 聽不到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她剛好這個表情 還有髮型 就很適合戴這樣的蓋耳帽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她今天穿這樣 很適合穿這一件 有一點 也是歧視風外套 但是搭配上這種毛毛 然後這個毛毛都是毛毛 也可以拆 對 都是可以拆的 然後就是到了秋冬的這種 燈心蓉 而且它燈心蓉的紋路 是有一點那種 圈圈毛的效果 有點那種 比較特別的 就很精緻 所以也是讓它 整體感來說 到了冬天 如果你需要 這樣風格需要一件外套的話 我覺得像這一件就會 比較那種華麗感 再來就是 好可愛 對 再來就是 穿那種森林系風格 一定要有一個三角巾 這是桌巾嗎 沒有 對 其實是滿想桌巾的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三角巾 那這三角巾就是 讓你屁屁掛掛 對 就是層層堆疊在一起 對 少一層都不行 少一層就乾掉了 對 然後再來 越邊越擔保 對 再來它這一件 就是一件那個 背心裙 背心裙 就是那個常常 常常在日雜裡面也會看到 那我是把 裡面是一件洋裝 然後搭配背心裙 然後它就會等於有 襯衫跟內搭裙都有露出來 所以它這樣可以穿到春天 它可以一層一層扒掉 對 沒錯 那我覺得它就可以搭一些 比較 太不少 包括它這個 Mini Tonga的鞋子 也是屬於裡面有毛毛的 真的 對 就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溫暖系的女孩 但如果你是穿這樣子的話 有時候 像剛剛我不是拿這個 就是很適合它這樣的女生穿 比如說 然後可以搭配一件 好合理喔 這樣的一件毛 好可愛 然後這就短板的羽絨 我覺得就滿適合它這樣子 小隻女生 然後瘦瘦的 然後就是介於 扁扁的 對 長大人的那種感覺 其實今年很流行這種 森林系女孩的元素 還有這一件也是 超可愛的 超可愛 好像熊 對啊 穿起來很熟 對啊 完全是一款型 完全看都是靈感 就是是不是也很適合這種 背心裙 然後有一點穿 又比較寬大 不是 伊凡真的 它也是住森林 為什麼它就沒有辦法這樣 為什麼 它就不行 它也是森林系 就是 它就可以 真的 這種層層穿搭 就穿出很好看的感覺 楊裝加配心裙 再套上騎士風格的外套 再配上今年 絕對不能少的三角鏡 清新森林系女孩完勝 好